教会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参加了一本大运工十几年 我从开始的时候已经是实习了灵修的训练 从教会开始的时候,他有这个特征的训练给我 每年开始就参加了训练的训练 在我顺主的初语的时候,我刚才有自己的问题 所以之后,我应该是一个新的生命 我应该是一个新的生命 我应该是会慢慢成长,或是最后会成熟的 但是为什么成长到呢? 是否只是参加每星期的每一天,每星期的星期日的续续崇拜 或者是参加一些友谊小组,就可以去成长呢? 但是,透过灵修,透过静修,透过与杀部署 我就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 亲近到神 当然,这个不容易了 要静下来真的不容易 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去粗练,去实践 才稍微有少少进步 在我早期苏联的旅程里面 Ecranian Church的灵修中心里面 有一天之后,我看了十次革 突然有一份很新的爱 让我感受到 好像主要是在我的心里面 很关联 这个感受我是一生都难的 因为这种感受的感受 所以我会继续去摆住身边 继续去保护它 其实每一次的零修、退修之后 我都会收到很多主席王的礼物 就是这些礼物 让我留下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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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初的祝光晚会 或者每个月初的神祷会 都可以让我亲人主 为主在我心里的人 主在我心里的事 祷告 然后每个月初 我有一个灵修道人 另外一个修道人 比我主更多 最近我跟联修道师 分享到我 岛国里的经历 我的道师 发觉到原来我 爱人爱得很肤浅 我只是做了一些 爱的动作 是做一个事工用法 事工化的 所以我去维密探复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表面 我仍然没有表面 我仍然没有表面 此之后 我要学习 我更加爱 从心里的爱人 我不再去做一件事工 事工化 所以说 以后我去维密探复的时候 我就去维密探复 交出来 希望带到神明的爱给人 我每次学习 我的功课 我都是每个天 都希望实习出来的 至于就是 答复我们的土部 怎样去成长 怎样去继续 成长 无论说 正修土部 与上厚处 每个月的零修导印 都能够使用自己 形成更加多些 今天就好像 我现在都察觉到 我的大英姊 每次都是 在灵影上 慢慢地去进步 来找些事工 与起源 在照片中 效果 医生